今天法律知多些的題目是 見死不救與見義勇為的法律 今天請到嘉賓鄧偉忠律師 跟大家招呼 大家好 我先做一個點題 大家在報章上看到廣東省佛山市發生一宗司機 有兩個司機剪了一個小女兒 叫黃穴小穴穴 不顧而去 過程中有18個徒人都沒有伸出援手 不知為何會這樣 最後有一個十方的女人救了小妹妹去醫院 不過經過幾天的搶救 最後都是無效 雙重小月月上了天堂 有網民和一些文章說 希望天堂沒有車輛來回 希望小月月安息一下 先講一下情況 問鄧律師 有人受傷 有人見死不救 見死不救的人有沒有犯罪 根據香港法律 根據香港法律沒有見死不救的罪 孟子說 今日見這個愚子 自將入於井 哪有術的七隱之心 這個七隱之心 所以都是道德的安排 即是儒家的一個 在中國文化裏面的道德術 即是法律上沒有說 你一定要報警 你一定要去救他 你不報警 不救他 在法律上沒有這個罪行 即是在道德上 大家都不會認同見死不救 但在法律上 我們常常見到有罪惡發生 一定要報警 這是同一個原理 除非二十三條立法 你見到那些窩床罪犯 如果否則的話 就沒有一個罪行 我們逐件事先說 第一就是 當事人很多個 第一就是司機 如果發生了 撞傷人 法律上應該怎樣做 你根據刑事法 就是道路交通條例 如果有一個交通以外 如果有人受傷 當事司機一定要報警 他有這個責任 他自己是當事人 一定有這樣的責任 其他人沒有這個責任 他自己便有 如果他沒有這樣做 他便犯了一個刑事罪行 即是不顧而去的刑事罪行 簡單來說 不顧而去便有一雞三美 第一是一定要停車 他沒有停車便不行 第二是發生意外之後 要去報這個意外 沒錯 這個就是道路交通條例 但是這件事 有撞到人 會否牽涉一個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嚴重受傷 或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 是 那就是第二件事 即是說你第一陣 就是要報警 即是不可以不了了之不顧而是 但是你報警之後 究竟有沒有一個罪行 就視乎情況而定 是不是 我們都有一些case 就是 是撞到人 但是那個人衝出來 都防不勝防 可能他便沒有犯罪的罪行 所以當然具體 究竟他有沒有罪行 便要看事情而定 就不一定說撞到人便有罪行 是 可能根據證據的情況來 就是告這個罪行 暫時在市民那方面 就在見死不救那方面 就說沒有什麼處理 即是說他犯罪 但是市民是否有一個權 就是去拘捕這些 如果犯了一些可拘捕性罪行 這是一個什麼法律 其實是給市民有這個權 這個原則上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現實上就很複雜 說說少少這方面 一般的怎樣應用 一般即是你一起幫忙 捉賊那一隻 類似聯防 見到人在偷東西 強姦飛引殺人 放火這些事情 你一定有權 你有權這樣做 問題就是 這個可能複雜化了 是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1801條 第二款 還有101A款 有賦予一個市民拘捕權 如果你遇到一些事情 看見那個人犯了一個罪行 如果他判的時候 可以超過12個月的刑罰 這樣的話 他犯了一個可拘捕性罪行 就是arrestable offense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市民才有權 可以去拘捕他 可以行勢 普通那些 他跌了一張紙巾 罰款是1500元 你又沒有權 你跌了一條紙巾 要拘捕他 你又沒有這個權 拘捕權 又複雜 你以香港的案件 不是去到港那裏 你是否去援手 去救受傷者 一個問題 第二 好市民集 報警 這兩件事都未必做到 是嗎 如果在香港發生的事 途人在舉報 應該做些甚麼 協助到舉報 發生交通意外 撞傷小朋友 現在手機 智能手機這麼好 應該是否錄影了情況 是嗎 這當然是一種證據 一般來說 報警是最常算的 第一個就是報警 第二 如果可以錄影當時的情況 第三 如果情況是許可 是屬於公安 或者可拘捕罪人 大家才會想 是否拘捕了疑犯 我看中國那裏 最近好像有個案件 引致很多討論 為何那些人 不會建議用為 那個叫彭譽案 鄧律雪講講的情況 為何要搞成這樣 那個案件是怎樣的情況 他就說 2007年南京發生了一宗案 叫彭譽案 當時是這樣的 有一個自稱做好事的人 叫彭譽 他拿車之後 有一個65歲的女士跌倒 扶他入院 那件事 四個月後 那個姓徐的女士 65歲那個 竟然告扶他的人 要去賠什麼呢 就是賠醫藥費 傷殘賠償 精神賠償 這些是民事那邊 告他要賠14萬元人民擺 這是2007年的事 9月的時候 南京市的古樓區法院 一審 竟然說 這個叫彭譽的人 自認是第一個下車的人 從常理分析 他有可能撞到老太婆 而他判他要賠 就負責40%的賠償 即是4.5萬元人民拜 這件事引起牽連大波 從這些做好人的情況 是否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我想中國的國情比較複雜 譬如我們一般這樣說 你是做好人去幫他的話 你沒有一個可能會有一個責任 但他在這裏就說 你不是好人來的 你幫他其實可能你是那個犯事者 這當然可能都是涉及一個證據問題 究竟在那個環境下 究竟有沒有足夠的證據 是說這個彭譽是造成傷害的人 但這個情況引起 國內有很多討論 做好人原來沒有好報 還被人罰 所以會引起不如不要做 這樣的情況 你在國內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是專程受傷的 即是說你經過這樣 有個人說好像炸帝受傷 如果你一下車 可能幾十人圍著你 你就一身禮了 所以亦聽說有些情況 遇上了之後不如走得快 好世界 所以這是這樣的情況 我都有去 有時國內有很多旅行 那些團員都說 那些司機都很小心 不要騙人 騙人很煩 因為那些人是否自己受傷 因為是自己引來的 因為是你自己不小心去弄傷 那都是有段時間爭 那彭譽案 當時有個控訴 就是這樣 那個彭譽對著鏡頭說 以後哪有人敢做好事呢 引起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究竟見義勇為的人 或者救急扶為的人 如果在一個社會環境下 會被人告回頭 那他便會考慮很多這些因素 所以很多引致今次的情況 就是十八個圖人 經過都是沒有人伸出扶手 每個人都是第一 先想自己保護自己 而不是走去救人 這個情況是社會上 社會學上的分析是怎樣 鄧律師本身有讀社會學 你從這個社會學 或者法律社會學的角度來看 這個情況是否扭曲了社會 應該有的建議勇為的社會氣氛 這很明顯是一個很不好的社會現象 社會現象為何出現 其實剛才都分析過 第一 原來做好人有法律責任 第二 就是說這個環境就是 你想做好人 原來被人所謂欺負你 是有個陷阱的 所以做就說不如還是不要做好人 據說中國政府有這樣的想法 不如立例去說 你不單是做道德好人 要做法律做好人 即是說如果你見死不救 便是另一條罪行 廖律師你認為這個立例是否有可能 我又問你回答一下 是 用法律的方法去強制人做好人 這方面在各個範疇來說 其實是行通的 即是等於我們要立例 就是要兒子一定要養父母 類似是這樣 又或者要立例就是父母一定要養子女 諸如此類 那些本身是一個總之道德範疇的東西 其實立例在香港來說都很久討論 有一個部分 有一個部分 父母要養兒子 好像暫時都有法律 要早照顧他 因為兒子要受照顧 倒轉暫時都沒有 除了刑事立例不行 在民事上這個小月月的個案 一般來說 在香港如果撞死了一個小女兒 如果一個索償 他的索償是由他的家人去索償 當然 那個計算大概會有多少錢賠償 一個兩歲左右 因為他又沒有工作 又沒有儲蓄的情況 又沒有收入的損失 一般來說是否損失 賠償很少 如果在香港的情況 假設那個司機錯才算 按這個基礎來討論 你撞死了一個人 他的家人可以有一個 哀傷的賠償金 哀傷的賠償金是15萬 即是無論你是年紀大 年紀小 或者你是名人 還是名不見經轉 都是一個15萬 15萬 15萬 即是最基本的第一個 哀傷金 哀傷 如果這個小朋友 他甚麼都沒有 亦估計不到他日後 有甚麼收入的話 他的賠償客 應該就是這個數目 所以同樣來說 一些老人家 我們都很多老人家 特別容易被汽車撞傷 死亡 他們的處境都是類近的 即是說 他如果是百姓比較少 撞傷一個80歲的婆婆 如果他又沒有工作 又沒有儲蓄 他家人的賠償金 就只有15萬 這個就是再基本 如果是其他人有工作 那就另計 例如廖律師 或者某人 他是有工作能力 即是如果年青人撞死了 那個賠償就不同計算 是的 假設如果他不死的話 他可以為他自己 和他家人賺了多少錢 他有一條年稅去計算 例如年青的話 譬如你二十歲 可能以二十年計算 一年就可以儲蓄到多少 和自己賺到多少 即是正賺 即是各樣的東西 然後就乘二十年 譬如你一年可以儲到一萬元 一個月儲到一萬元 一年就十二萬 二十年就八二萬 十年就八二萬 二十年就二百多萬 大概是這樣 這個死亡就是這樣 所以死亡的情況下 就是四件事 第一個就是哀傷金 十五萬 第二就是看有沒有收入方面的損失 第三就是有沒有儲蓄方面 儲蓄方面的損失 第四就是其他相關的事 儲蓄方面的限制 死亡 所以其實就在小月月的情況 假設在香港發生 其實賠償金額就不太多 即是反為嚴重傷 在香港就可能就會更… 未來你要醫治它 因為你如果嚴重傷 當事人本身就有個傷痛賠償 因為嚴重傷 要睡在醫院做手術 譬如癱瘓 傷痛賠償可能有100萬 至150萬 這是第一筆 第二筆就正如我所說 他們都可能有收入 諸如此類 那筆又是跟他們死亡都在累 第三筆就是如果嚴重傷 他的醫療費就很可觀 未來醫療費是很多 他可能要有一間特別的房間去處理 即是他要去起居 可能要有人照顧他 各樣東西 香港也有一個狗吧的個案 他藏了一個小女的陳貝琪 那幾可觀 數以百萬都是香港經典的個案 我們看到小月月的個案 會看到見死不救的情況 法律就是正如說的情況 總結來說鄧律師覺得 怎樣去推廣 大家要見而勇為 即是法律制度方面怎樣去改善 或者令到來中國那邊 但現在這麼冷漠的情況下 大家多一些去糾正 我看這個報紙裡面 汪洋提了一個挺深刻的反思 他說應該用良知的尖刀 來解剖這個醜陋 他發覺大家看到 原來很多屠人 大家會隻眼開隻眼閉 或者是探走探過 如果見到任何發生的罪惡 打劫也好 傷人也好 撞傷人也好 都是大家探走探過都不理 這個我覺得挺深刻的 如果大家有看 帕斯卡那本書 人是思考的奴慰 裡面其中一段 如果人其實有時是 一個混合體是天使和魔鬼的 有時我們可以是天使的表現 有時但也是好像魔鬼那樣的表現 看到這個十方的婦人 她就是發揮到天使的表現 雖然是一個很基層的 很低下層的 但她願意伸出援手 這方面是否要為大家看到 良知的未泯滅 在這方面如何去 正面的行為 應該怎樣多些去 去包掌去效法 但在一些反面的行為 大家要怎樣尖聚地去防釋呢 我想是這樣的 法律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說要立法 一定要建議勇為 這個法律上和意實上都不可行 我據聽聞現在 中國的律師或大學的法律師說 我們現在要去幫任何 哪個建議勇為的人 如果有另一個彭義案 就會去幫他 這個可能有少許安得人的心 建議勇為的人 即是說他如果能夠照樣做 如果受到不公平對待 可以找律師去做 不過這個也是挺有負面 他會遇到這些情況的可能 都會繼續存在 所以你長遠來說 我們講來講也是一個社會制度 即是說一個法治的社會 大家都有規矩和制度 其實這些做法 類似是法律援助 某一種民間的法律援助 去支持一些正義行為 正義行為今次的做法 就是一種叫做 萬一去救人的時候 被人反告的 他就幫你 幫你 如果你看到一些不公義的事 你想去挑戰政府 也得到立法律援助 即是更正面 所以你所謂都是負面 即是說你出事有甚麼幫忙 比較正面 即是說你的社會已經上了軌道 每一件事都是規規矩矩的 其實就不會有那麼多扭曲的情況 但你中國就很長的一段路 有很多這些所謂不公義的問題 其實你針對的可能就是國家 政府機構本身 那些你都是伸張不到的 很多東西都是很難搞的 建立起來也好 譬如你說那個十方父 如果你從一個社會學的角度 他做事他可能沒有損失 因為你說你去索償他 他都沒有東西給你索償他 他不用擔心 所以大家在網上了解這個 在北京著名的律師胡奕華 尹富強等二十多名律師 組成一個叫停止冷漠公益法律援助的律師聯盟 如果有人做好人反被無告 將他提供法律援助 尹富強就說 希望法律不會做幫兇 而是為好人去撐腰 我們希望這些維權的工作 都能夠有少少幫助到 建立一個建議勇為的社會氣氛 今天我們討論到這裏為止 多謝鄧雅士 好可憐